《文姬归汉》这出戏是成派剧目中的代表作之一 这出戏是在二十年代的末期 是由我的老师程彦秋先生演出的 这出戏除了前面一些唱作念舞和表演之外 最后一场戏是他在归汉途中经过玉门关的时候 看见王昭君的坟墓 引起了他很多的感触 这里安排了一大段的凡尔黄 借了昭君的遭遇来抒发他自己的内心的复杂的情感 词就是建坟台哭一声名非戏听 这个导版程先生他唱的建坟台哭一声 这个哭字是比较高一些 我现在唱的是把它读得矮一点短一点 跟一字连上这样唱的 原来是建坟台哭一声 我现在唱的就是把这个哭字唱的短促而快一点 我觉得一方面呢 这个哭字呢是个入声字 可以畅矮啊而短促 同时在这个感情方面呢 又觉得好像适应当时的这个 他这个悲怯的这种情绪 所以我唱的就是建坟台哭一而声 我是这样唱的 明非戏听呢 这个明非啊 呃 程先生原来有两种唱法 一种是明非戏 体 这样 cioè明非戏听啊 这个明非戏ется 就把它连着唱下去了 还有一种就是飞子 因为它是音频而高唱 同时我觉得这种唱法 是比较合乎当时的需要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明飞 他针对着明飞的坟墓唱的 那么就是指着明飞 所以这个飞子唱的比较清晰一些 就显得在这个语言方面 更显得这个亲切一些 所以我唱明飞行 这样唱的 底下再接着听着响 那么这是这个导版 导版以后呢 紧接着是一个回龙腔 它这个词呢是 我闻记来殿酒 诉说钟情 这一句呢 是要把这个感情啊 唱得更要充沛了 就是我来祭奠 用酒来祭奠它 把他的这个自己的感情 连同这个王昭俊的感情 这个并为一起 来这个这个 所谓诉说钟情 这一句啊 要唱的 要把这个感情 唱得充沛一些 我分几个儿呢 来殿酒 俗世 这一句呢 底下要把它 把它收住 把它用这个细着出来 然后再放出来 这样子呢 就是把这个感情 唱得更让它 这个充沛 底下呢 就是两句漫版 用这个长枪的漫版 有两句 这是一个主要的 两句唱词 就是说 你本是乌丹青 必生隐恨 我也曾被 额眉泪苦此生 你本是乌丹青 这个意思嘛 当然就是 说的这个 乌丹青 还是指这个 王昭俊呢 当时是被这个 毛炎兽 替他画了一张画像嘛 顾弄几两啊 使他这个 选入到一帮去 是这么一个情节 那他自己呢 就是说 我也曾被额眉泪苦此生 就是说 我自己呢 也是 被我这个容颜所累啊 疑恨终深了 是这么两句 这个感情 是很激动的 这个 这个女字呢 原来呀 承仙唱的是低的 你本是 后来他把它高唱了 这个高唱 确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 女字呢 它是一个赏声字 也可以高唱 第二个 更重要的呢 就是说 你 我 这两个代名词 就是说 王昭俊 跟我蔡文姬 是如何如何的 这样对比的 这个情感 所以这个 这两个字 要把它图图 所以这样子就高唱了 不是你 你 你 本 是 在整队的底下 那个 我 也 曾 这样呢 就是说 你本是 比如说 我也曾 所以你我 这两个字 都把它突出 这个就是 在这个 语法上头来说 是 比较合乎逻辑的 这个物丹青呢 原来呈现的 就是 这个丹青 两个音频字 唱的已经是 很准确了 后来他为了 精益求精 把这个 青字 唱的更准确 所以他把这个青字 又高唱了一些 又拉长了一些 那么 更显得 这个字正强缘了 就是 武丹青 这个武丹青 这样子也是把这个丹青 两个字也突出来了 必生隐恨 当然这个腔呢 是 一般的这个老腔 老腔 但是唱出这个 这个感情呢 是 合乎当时的 文基的 这个内心的 感情 嗯 我也曾被额美 泪苦此生 泪苦此生呢 这个 呃 就是 唱一个 低腔 用的是一个 低的 呃 这个旋律 啊 因为泪苦此生是 就是说 呃 很伤感 啊 这一种的 情绪啊 所以他用一个低腔 啊 是 很耐人寻味的 啊 表达这个情感呢 啊 非常确切 呃 所以呢 这个泪苦此生呢 啊 是用一个低腔 是这样唱的 要唱出感情来 泪苦 我 的龙儿能 此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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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个低音呢 拉一把 很长的 那么底下再细 再这个旋律再接下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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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唱呢 就把这个感情啊 也就是完全唱得非常的奔发 嗯 这是这两句大腔了 大腔唱完以后呢 那么就是底下还是慢版的节奏 但是就是没有大腔 都是连着唱下去了 啊 连着唱下去呢 呃 这个 呃 内容的词句呢 呃 就是说 呃 呃 你说我既生前得归相紧啊 我说你饱骨肉幸免飘零 呃 呃 你说我既生前得归相紧啊 啊 你好像不如我这样的生前的能够回到干净啊 啊 我呢 不如你呢 呃 呃 呃 这个 呃 这个能够饱骨肉啊 飘零 这个意思嘛 就是说呃 呃 这个离开了 呃 这个匈奴以后的他的子女啊 都骨肉都不能够呃 呃 这个重聚在一块 这样一个伤感的情绪 呃 所以这两句呢呃 呃 唱法呢 他就是不用大腔了 都连着唱下去了 啊 你说我的得得 呃 呃 这个都没有什么 我说你宝骨肉 幸免飘零 这个飘零 在这里 这两句当中啊 是一个重点的 呃 这个词汇 所以这个飘零的他的唱法呢 呃 也很微妙了 啊 这个 这个飘子呢 是一个音频字 应该高唱 林子呢 是扬评 应该低唱 所以飘零 这个在情感方面呢 也也要符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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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律啊 这个能够这个表达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出来 所以他里头有吞吐收放这些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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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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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用个枪接下去 连着唱底下那两句 底下那两句呢 就是问苍天 何时我两人共命 问苍天 为什么 我们两个人一样的命运呢 听琵琶马上去 悲怯加声 这一句也是非常 是动人 是情感非常丰富的 问苍天 何时我两人共命 听琵琶马上去悲怯加声 这个地方 这个唱法 也是用的很巧妙的 这个是 听琵琶 琵琶琶马上去 悲怯再接着唱下去 所以这个琵琶唱得很柔 很美 同时这个感情唱得很悲凉的 这个七处的一种感情 马上曲 他念这个曲子呢 用的这个 因为它是入生字了 这个琵琶也是入生字 所以他弄一个短促的 基本有点 这个 这个利用这个 琵琶的唱法 这用个电头 加声 底下再接着唱 唱什么词呢 看琅琶漫 听琶Come 看琅琶 这 接着看琅琶 这也是一个阳想 比较长的 这些也是一个老腔 但是用来 用到这个词处 是非常的 呃 的那个里的能够 看安朗山 安闻龙水 梦荒 这梦荒游景呢 这号就是由他上版的 改为伞版 这叫伞了 梦荒游景 所以这个弦呢 就是我刚才唱的 梦荒游景那个也是 由这个声音 这个控制以后 逐渐的再把它 这个放出来 这样子他的音乐性 跟他的这个情感 都容易 这个是听众 感觉到 这个当时 他的这个心情的 如何的 感慨悲痛 游景叫伞了以后呢 这个用一个枯荒天的牌子呢 就是进行祭奠了 用酒来祭奠他 然后再 唱一句 这个伞版 收住 可怜你留情中 独向黄昏 独向黄昏 这一句 是用伞版来唱的 这个伞版呢 在我们这个戏曲当中啊 是比较难唱的 他因为 没有这个节奏 好像来这个 来限制他 但是你唱出来以后呢 还有他的这个 内在的节奏感 并且 还有要用这个 语言的这个 这个生活的这个气息啊 而把这句词唱的 这个非常的 这个 这个生活化 让他 非常的动人 所以因此 我们说伞版 比这个 其他的 上版的 这种 唱腔啊 还要 这个难度更大一些 可怜你留情中 独向黄昏 这一句 那么我就 不再 引申了 底下呢 就是说 还有几句 这个伞版 那么这一句完了 独向黄昏 那么就是 祭坟这一场 整个的 就算是结束了 下面呢 他就要骑马 登城再前进了 这时候呢 他又唱 四句这个 反而黄的伞版 这个词句啊 这叫做 习星星 相连同病 他在那九泉下 硬解伤心 我指的 含碑泪 奸程前进 这三句 这三句呢 以后再 就是上马 这个 登城前进了 这四句 三版呢 需要通过 这个 维婉 这个 癌怨的唱腔啊 来表达 他的自己当时的 这个 复杂的 这个 内心 情感 嗯 这叫做 习星星 相连同病 那就是 同病相连的 盗庄剧了 啊 那么 你 这个 跟这个 刀军呢 这个 这个 是有 这个 同感的 啊 这个 他在那 九泉下 硬解伤心 这是我 这我今天来 祭奠于你的时候呢 啊 这个 那么 你应该在 九泉之下 啊 嗯 把你这个 伤心呢 这个 能够解脱掉 所以这句呢 这个伤心呢 是要高唱的 啊 然后再用些 啊 迂回婉转的腔啊 啊 再把它 这个 继续下去 所以要唱出 哦 很委婉动人的 这种 这种 声强 啊 才能够体现 啊 这个 内容的词意 跟这个 人物的 情感 啊 比方说 这叫做 喜心心 相恋同 病 这个道 嗯 是比较 一般 底下这一句呢 他在那 九泉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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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句啊 是不大容易唱的 难度很大 啊 啊 这个伤心唱出来 啊 就是 嗯 让他 这个有这个伤心的情绪啊 啊 非常的 浓厚 这个 同时在唱的这个 技巧方面 就是 让他有 高 有低 有收 有放 啊 有这个 这个唱腔的控制 啊 啊 跟这个旋律的 这个 迂回 婉转 啊 等等 嗯 这样才能够 哦 这个 表达出 啊 这个 这一句的 这个词意来 嗯 所以 你再相信 是这里一句 比较重点的词句 啊 所以重点的 这个 这个声强 啊 是这样子 底下呢 就是啊 我只得 韩碑泪 建成前进了 啊 这个 韩碑泪呢 这地方 也是用了一个 比较长的 啊 婉转的 一个枪 就是韩碑泪 来来 别离 他的这个 赵军的这个坟墓了 啊 那么再往前走了 所以这个用的是 我只得 韩碑泪 这韩碑泪 要把它唱成一个 就是 这韩碑泪的这个意境 要把它唱出来 奸臣前进 那才往前走了 这个 是一种 行动的这种词句了 就无所谓了 啊 这个 拉一个长枪呢 这时候上马 前进 啊 这样继续走下去呢 但是 啊 他还是依依不舍的 啊 接着 在唱最后的 一句三叛 啊 就是对于这个 赵军的坟墓啊 这个 告别的时候 好像 在唱最后一句的 这一句啊 是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 这个 唱腔 也是重要的一个 这个 这个 戏的 主要内容 嗯 啊 还望他向天南 月夜归魂 啊 这句唱腔呢 必须要唱出呢 他这个 虽然是 赵军呢 已经死了 在这个坟墓里边 还希望他 这个 这个 还能够 魂归 这种的 这种 这个 一种情感 啊 要在这一句里 就体现出来 啊 所以啊 这一句 也是 最后一句 啊 呃 这个 全句的 呃 这个最后一句 啊 还是起到一个 点题的作用的 啊 这个 像天南呢 就是说 指的还是归汉嘛 啊 南朝 那么就是 还是指的归汉的意思 所以这一句 是 是一个 结尾的一个 重点词 唱的最后一句 啊 同时也非常的 呃 这个 有 这个 丰富的情感 还望他向天南 月夜归魂 啊 这一句 归魂 所以这一句啊 要把它唱得 有突出的 把这一句的意思 能够唱出来 就是说 也是 刚才所提到的 重点的 末一句 还是归到 这个 文迹归汉的啊 这一句 这个 呃 表达 他对于昭君的啊 借昭君的这个 嗯 呃 这个 敬遇啊 绅士 啊 来 来表达 这个 呃 这个思念 情感啊 是这样的 呃 浓厚 啊 呃 所以 而起到了一个 呃 点题的作用 嗯 那么 文迹归汉呢 呃 我就 把这个最后的 祭坟一场 这一段 仿二皇 或者从这几句念白 啊 和后台几句伞板 我就简单的 介绍到这里 下面 就请大家 再听一遍 我的录音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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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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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